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是高焕糖高老师 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那么再度提醒你 如果你没有教材 就是这一份课程的教材呢 那就请你到我的博客来下载 OK 那这个教材呢 是我来自我这一本书的 在台湾出版的 台湾叫物件导向技术 大陆称为叫做面向对象 就是这个oop 好现在我们就来进入第五章 就是重点在于函数的overwrite overwrite overwrite的意思就是 这一个我们写一个负类 比如说我写一个负类给你 那上面有一个function1 然后你就写一个负类 写一个负类 然后呢 你对于我的这个里头写的 这一个代码呢 希望做修正补充或者是干脆就覆盖掉 所以呢你也会写一个f1 写一个f1 然后呢你写你的代码 好那这个时候呢那你这个是负类 这个负类 这个负类是a 这是b 这是b 这是b是子类 那么你就写一个b 这个 小的 然后等号 new b 这样就创建一个这个b的对象咯 这是类 然后我们就创造一个b的对象 然后呢 一个b的 他就 参考到他 ok 好 然后这是b的对象 这是类 ok 好 那么我们现在 如果在写一个 写一个代码 叫做b b 点 f1 好 那现在的 议题就是 这个b f1 他是 扣到的是这个f1 就是这个 而不是这个 为什么 因为 f1 把它盖掉了 所以这一个动作叫做负写 这个动作叫负写 叫overwrite 就是你把它覆盖掉了 ok 覆盖掉了 那你如果在 这一个你的f1里头呢 你还可以调用 写一个super 点 f1 那这样表示呢 在你的f1 这个还是会调用你的f1 f1 你在调用我写的f1 所以这个就调用上来了 ok 所以呢 你负写 但是 还可以call 这表示呢 你是 只是对我做修正 我这一段呢 你还是要的 还是要的 ok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负写的一些基本的做法 其实它的用意就这么简单而已 就是 程序开发是渐进的 软件内的类别呢 需要随着企业的成长而不断的扣充 或者是说 像这样子我写的A 我写的这个A的类 那么你透过B 来做修正 来做扣充 因为我这个A呢 可能有 还有其他的类 例 譬如说 我这边可能 因为我可能7点就写了 那么你今天才写 那么我已经有人继承我了 这次是 Sub A好了 Sub A 那这个时候呢 我这一边就不变修正了 所以因为这边可能会用到我的F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写你自己的F1 然后再来扣我 那就是 就是 你会对我做一些加加减减 或者说修正 或者干脆取代掉 这叫做复写 叫做Overwrite 所以这个随着这个成长 所以类别的扣充 有的是功能增加的 有的功能改变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可以透过继承的方式 来做Attend的扣充 或者是修正 既有的函数 来实现 这样的一个扣充的目标 在前面各章你所看到的类类 有自己定义的函数 那么就是类 对负类的扣充的情形 啊 在这里我们就 不再谈太多 那现在本章所要说 说的是一种修正 啊 就是 去把它 啊 这个覆盖掉 如果从负类的继承 而得了函数 不合乎 类的需要 那 我们就可以设计 相同名称的函数 去把它取代之 比如说 这里有一个Sales Person 那里头有一个Bonus 计算这个 红利的这个函数 那 因为销售呢 Sales Manager 这个类呢 那它的计算红利的方式 跟一般的销售是不一样的 因此呢 我这边就 重新写我的代码 这边虽然也有写它的代码 对不对 啊 这边也有写它的代码 那我这边我可以写我的代码 对不对 那这个之后呢 创建的这一个对象 创建这对象 然后再调用它 譬如说 这边是Sales Manager 然后呢 这是一个P 好了 那等号 New 这个Sales Manager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P呢 就是指向 这一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 是属于 这个的对象 OK 属于这个的对象 那这个P 因为P是指到这个Sales Manager的对象 所以点Bonus 这个时候呢 这边所调用到的函数 是这一个函数 是这一个 是这一个 因为它把它覆盖掉了 所以它不会扣到它 它是扣到这一个 那必要的时候 这个才会往上扣 OK 才往上扣 OK 好了 那么 指令Sales Manager 不满意 这继承而来的Bonus 因此自己定义的Bonus 函数来取代 这个情形呢 称为叫做Overwrite 称为叫做Overwrite 由于一般的销售员跟销售经理的红利计算方法不同 所以Sales Person 的这一个Bonus呢 这函数的这一个计算 这一个函数的代码呢 无法用来计算 这个Sales Manager的红利 所以Sales Manager呢 就自己定义自己适当的这个Bonus呢 的函数来计算它的红利 达到这个复写的目标 那么就由自己来设计一个子类 来定义相同的函数 这里的要覆盖的话 它的名称参数 还有回传值呢 形态呢 都要一样才可以 OK 如果名称参数和回传值有所不同 那则无法覆盖 它会看成这是两个不同的函数 它变成两个独立的函数 这种复写呢 函数的用途很多 就包括这个多态性 这个 多态性呢 英文叫Polymorphism 那么又称为多形性 还有一种叫做反向控制 叫做Inversion of Control Ctrl 这又称为控制缓转 在Android的框架里头呢 这两个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 关于这个多态性 我们在第七章 会有很详细的说明 那控制缓转 我们也会有很详细的说明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暂时呢 先不谈这两个了 我们因为会有独立的 这个两章 在详细的说明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加瓦的仪法 那关于这个 复写的部分 那这个 你看这个bonus 他的回传值是double 名称是bonus 然后呢 参数是空的 真的是没有参数 那在这里呢 Sales Manager 一样 他的回传值 还有 参数名称 函数名称 还有参数 等等都是一样的 因此他 会把它 覆盖掉 会把它覆盖掉 所以这个计算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计算方式不一样 好那 那 这一个你看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 创建一个Sales Person 创建一个Sales Person 所以这个时候 是 拿着一个 类 来产生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呢 是Sales Person的 对象 这个类 这个类 产生的对象 然后呢 这个 zim 是 reference到这个对象 好 接下来 有一个New Sales Manager 所以这是 这个类 来产生的 这个对象 这叫Sales Manager 然后呢 是由Tom 来reference到他 OK 好 再来 我们看这里 这里是一个 jim.bonus jim.bonus 所以这个时候 是 送一个Message 给jim 所reference 这个对象 所以呢 送一个Message 给他 叫做bonus 所以呢 就叫他去执行 bonus bonus 就是这一个 那因为他是 这个是 sales Person的 对象 所以他会执行到 这一个 sales Person 这class 这class里头的 bonus 这个函数 所以会执行到 这一行代码 那这里呢 sales Manager 呢 他 虽然继承的bonus 但是他覆盖的bonus 所以呢 他在 他在 tom.bonus 的时候 他扣到的是 这个函数 执行的是 这一行 是因为 他把 寄存下来的 把它覆盖掉 所以呢 他不会 执行到 附类的 执行到附类的 那么 反之 如果 这一行 把它删除 如果呢 这边没有 附写 这一个 函数把它删除掉 那么 他就会 这个tom.bonus 呢 因为自己没有 bonus 所以他就会 扣到 激烈的bonus 所以就会 执行到 这一行 这一行代码 如果把这个删掉的话 那么 他 会执行的是 从附类 寄存下来的 这个bonus OK 所以会执行在 这一行代码 OK 那么 override 是针对 副子类别之间 有修正 或取代的 这个味道 才会定义 相从的名称 来取代 副类的函数 所以 副类的bonus 跟子类的bonus 呢 他的意义 是一样的 就是 目的呢 他的 意图 是一样的 就计算 红利 只是计算的方法不同 计算的方法不同 他只是 同样的目的 但是 取代 副类里头的代码 新旧的函数 有一样的意图 这是很重要的 一样的意图 好 那么 我们再来看看 Android的 这个 附写的 override的例子 在Android的 应用程序里头呢 到处可以看到 这个override的 这个现象 这个情形 那是因为 Android本身 是一个框架 框架就是 以G类为主 那么 这个 我们AP的人 都写纸类 所以呢 他有到处都 允许呢 这个 写纸类的人 去覆盖 这个Android 框架 上面 已有的 这个 函数 已有的函数 所以 我们现在来看一个 这AC01 的Activity 这是Google 所写的 G类 这是我们写的 纸类 所以这两个是分工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G类 跟写纸类的 基本上 都是分工的 分工的 Activity 是由Google 写的 纸类 AC01呢 是由 全世界各地的 AP开发者来写的 那这个 Activity 是 由Google来写的 OK 然后再来 你看这里 就是一个Overwrite Overwrite 这个表示 这个OnCreate 是 在Activity 就定义了 所以 我们在这里 把它覆盖掉 覆盖掉 但是覆盖掉 我们还是先调用它 还是 调用附类的 OnCreate 然后 我们加了一行 加了一行 所以呢 我们还是要它的 只是我们增加了 SetContentView 这一行代码 这一行代码 所以呢 我们是对它 多加了一行代码 所以 先扣它 再加代码 OK 然后再来 第二个 也是一个Overwrite Overwrite 那表示呢 这一个函数呢 也是定义 在Activity 上 那在这里 也是先扣 附类的 OnCreate Option menu 之后呢 我们再增加我们自己的代码 先扣它 再增加我们的代码 所以呢 这是 对它的 也是一种扣充 还有再来 这一个 OnOptionItemSelect 也是Overwrite 所以表示呢 这个也是 这是 在附类 所 所定义的 在附类 所定义的 那 这个是 这个 是在这个附类 所定义 的 所以那这边 接下来 就是 执行 然后这里有一个差别在哪里 就是 先做我们的事情 然后呢 才调用附类 的函数 那上面呢 是先调用附类的函数 在 后面加 加我们的 这叫做 前置型的扣充 这个叫后置型的扣充 就是 我们的东西加在它的尾巴 这个是 我们的东西加在它的前面 插在这里 那这Super呢 都是表示调用附类 所以从这个简单的应用程序 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 AC01 类类呢 只要的工作 就是复写掉 复类继承而来的函数 ok 因为 它会调用过来 会调用过来 ok 那这一个 啊 我们就 复写的目的 就是要修正 期待 复类继承而来的函数 好 那我们是 先 啊 这个 做一个后置型的 一个增加 就是 啊 加在它后面 像这个 on create 呢 先扣它 我们的加在它后面 ok 这个是 加在前面 再扣它 让AC01的类类的开发者呢 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 啊 这个 定义档 可以定义档 比如说 这个set of content view 的意思就是 啊 我们来选择 我们自己的layout 我们自己的UI的画面 ok 那这个 它不能帮我们先定好 所以我们是 先code它了 再 做我们的 一种修正 那同样的 这也是 啊 先调用它的on create 之后 我们再来增添 我们自己的东西 这叫做 也叫做后卫 的一个 啊 这个 扣充型的 同样的 在这里头是 啊 先处理user 所引发的事件 啊 也复写的 也是overwrite 掉 ok 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当中 我们可以理解啊 这一个啊 啊 我们 再overwrite掉 这一个啊 啊 superclass的 这个函数 但是我们还可以调用它 那么如果这一行没写 啊 这一行没写 那就表示我们完全取代它 啊 就不用再 没有code out它了 那么如果我们这一行 这个整个都没写 那么 这表示呢 我们没有覆盖它 这表示我们 要用它所继承的 所以我们 就继承了 附列的这个 啊 这一个函数 而没有做甚至修正的动作 直接修 直接继承下来 啊 直接继承下来 好 我们现在来看 那西家家的这个overwrite的概念 其实跟Java是一样的 啊 是一样的 因为Java是 从西家家 衍生出来的 那这个overwrite呢 基本上 概念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一个 啊 这个Display 那这个Display呢 啊 啊在student里头呢 定义了这一个 啊 函数 那么在 这个另外一个类 啊 另外一个类 叫做啊 研究生呢 那么他 就定义了 一个这个 也定义一个这个 Display 啊 定义一个Display OK 然后呢 这个 啊 你可以看得出来 啊 那这个 所以这里的 要注意一下 我这边有错掉啊 这边啊 其实 啊 西家家这边还要再加一个 啊 因为我这边漏掉了 啊 这边要加一个冒号 啊 加一个冒号 叫student 表示这是附类 表示这个附类 表示这个附类 我这边没写啊 这是 这是学生啊 这我们表示的 就是student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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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 啊 啊 研究生啊 student 去 继承这个student OK 好那 在student里头呢 定义一个Display 这个函数 定义了这个函数 然后呢 在这个啊 研究生里头也定义一个Display 啊 所以这边也定义一个Display 好 定义一个Display 所以显然的 这一个啊 这两个是分工的 比如说我写一个student 你写一个greatstudent graduate student 那么你想覆盖掉我的 啊 因为啊 这一个你自己也有你的写法 啊 比如说啊 我这边有一个分数 那么你这边也有分数 那因为我学生的分数呢 是用数字的 你的分数呢 是用等级的 像abc等等的 所以啊 这个两个呢 那么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这一行的Display 这一个东西 你不适用啊 你不适用 所以呢 你就把它铺写掉 你输出的 是这个东西 怎么样 输出的 啊 并不是一个 啊 一个 double的 那这里虽然看起来是一样 但是你这边可能会 加上其他的东西 所以呢 就不一样了 啊 好 那这里头呢 我们来看看 好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在这里呢 有一个Lily 啊 所以我们是 创建了一个Lily的对象 那这个对象 是由这一个 啊 G类 由G类来创建的 就是 这一个 由这个来创建一个对象 然后呢 啊 这个Lily 啊 就 reference到他 啊 reference到他 ok 然后这个时候 然后 写Lily Display 啊 因为这个Lily是这个类的对象 所以他会来 啊 调用这个Display 啊 然后把这个grade 的内容把它显示出来 好 那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呢 那我们有一个Lisa 有一个Lisa graduate student 那Lisa呢 Display 所以呢 在这个 啊 Lisa呢 就创建一个对象 好 那么因为Lisa 是这个子类的 啊 子类的 对象 所以呢 子类的构造式 就是这个构造式 啊 这个子类的构造式呢 啊 他会 啊 啊 这个请 啊 他会请这一个 啊 激烈的构造式 来帮他建立 这个激烈的部分 所以呢 啊 在这个 他会 这个是子类的对象 那子类的对象 前半段呢 是激烈的 所以他会有一个grade 啊 这样的一个 属性在这里 所以 这个部分呢 是由这个 啊 激烈的构造式 来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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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子类呢 他自己也会建立一个grade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所以 这是由子类的构造式来建的 因此呢 这整个 才叫做 这一个 啊 啊 啊 这整个才是Lisa 才是Lisa 所参考到的 所参考到的 OK 好 那这里 除了这个 啊 啊 啊 这个 变量之外 还有一个display 啊 那么这边也有一个display 一个display 一个display OK 好 那现在如果写一个lisa display 啊 我们现在写一个代码叫做lisa 啊 然后display 结果呢 他调用到的是这个display 啊 display 然后他显示的话 他 读出来的 是 这一个 读出来的 是这一个 啊 的成绩 而不是上面这一个 啊 而不是上面这一个 但是在这里你也可以拿到这个 啊 因为这是你继承下来的 也可以拿得到 但是因为它是private 所以呢 这边可能要透过其他的函数 才抓得到 这一个 啊 上面那个grade的 的 呃内容 因为lily是student的对象 所以lily display 那student 他是 执行到 这个student里头的display 好 同样的display内的grade的变量 是指的是 student里头的 好 就是抓到的 这一个呢 是属于 啊 这一个上面的 如果你执行这一个 他就抓到这个grade 如果你执行这个 你就抓到这个grade ok 这他讲的意义是这样子的 所以前面介绍的加瓦的 overwrite的机制 也谈到呢 这个 啊 复写的过程就是 啊 你看到的这叫 现在是C++的 那么刚刚是 啊 这加瓦的overwrite 啊 这样子 那这产生的 啊 overloading 就重复的定义 那什么叫做overloading呢 我们在后面 也有一张 专门在 啊 告诉你 什么叫overloading ok 那基本上 那复写的一个目的 啊 是一样的 比如说 我们啊 刚刚所看到的 这个鸡类 啊 子类 那 这一个呢 啊 是 bonus 他要计算 bonus 这个 目的 啊 鸡类子类 目的是一样的 啊 目的是一样的 ok 那这个overloading呢 他的范围就广了一点 就广了一点 overloading呢 他基本上 啊 是 连他的意义 都会是不一样的 啊 比如说 啊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一个play ok 那那个play呢 如果里头呢play 那里头是猫 啊 那就是玩猫 对不对 那里头的代码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 那么如果你另外一个play 这个函数呢 虽然名称一样 但是 里头是钢琴 Tiano 结果呢 他就变成弹钢琴了 那这个叫做overloading 啊就是 同样的 这是不同的类别 啊 可能子类 或者鸡类等等的 或者是 两个独立的类 但是 发现他的 函数名称 是一样的 啊 但是 他的 意义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是 比较广义的 就是 重复的 定义 叫做overloading 那这个我们 在后面 会仔细来说明 ok 那么在这里 我们讲了一下override override的意义 是极限在 激烈类类 上面 overloading呢 他就 啊 不极限在 这个激烈类类的关系而已 他可以 跨不同的类别 ok 那这里的 用意呢 很简单 就是想取代 修正 啊 他的 这个里头的代码 里头的代码 至于他的意义 基本上 是延续的 附列 这个 他的意义 ok 所以呢 这个管理 这个overloading呢 啊 附写的部分 重复定义的 我们就后面 有独立的一章来说明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把重心 放在 啊 这一个 G类类类 那同样的函数 同样的意义 但是 代码的写法 里头呢 执行的细节不一样 而已 就跟刚刚 计算这个bonus 那么 一般的销售 计算方法 跟销售经理计算方法是不一样的 但是 目的是一致的 要计算 这个 红利 但是 计算方法不同而已 ok 啊 两者的用意 意图是一样的 这个叫做 override 啊 那现在 关于这一个 啊 oopc的部分 那因为呢 我的第一版呢 并没有 这一个继承呢 所以就没有 附写的函数的机制 啊 没有override的机制 但是到了第二版之后 就有了 所以呢 但是 我在这里呢 就暂时不谈 啊 这一个 啊 更详细的 oopc的 所以我这里的 啊 就在这个部分 就把它省略掉 ok 好 谢谢咯 好